今天结合老苗自身的成长经历 来聊聊苏州的教育问题 大家好,欢迎收看苏州,我是苏州老苗 过年期间跟好几个同龄的苏州朋友喝了几顿酒 这几个朋友背景各自不同 有做装修设计的,也有在互联网行业的,也有做游戏的 有的朋友明明能够够得上苏州姑苏区的学校 然后想去园区上新自投的 有的朋友的娃直接在园区上的小学 将来可能安排出国 老苗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人 有从全国各地毕业来苏州的 也有苏州本地向苏州大学科技学院 工艺美院这些学校出来的 最近也会偶尔刷到张学峰老师的一些视频 今天来聊聊我的教育观 老苗从小是生活在苏州的昌门 上的是东中市中心小学 然后是高井头的21中 苏大副中 大学读的是传媒学校 这让我的先祖父在苏州也算零一 但其实生活中来自祖辈 父辈的学习上的教育 我人生当中其实是缺失的 真正对于文学政治历史的热爱 大部分开始于高中时期开始读各种杂书 而在我们读初高中那会儿 有过一波出国热 很多我母亲的朋友的子女都出国留学了 当年我母亲也问我 是否想出去 基本英法美德日这些发达国家 也是能够勉强攻得起的 但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留在国内 可能因为那时候我深受 梁启昭先生的影响很深 把影兵式拳击击读完了 对中国其实非常热爱的 然后一路就走到了今天 包括我给我加瓦准备的一件书 等他将来十字之后开始能读的 像金庸拳击一整套 前幕拳击一整套 四大名著的点评本一整套 还有各种杂书 像营造法式 园野 掌物质 一航船等等 我会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带他去一些偏历史人文的景点 可能是我所缺失的评讯 我会以我的方式去教给他 当然无所谓他将来是我能够记得住 而是知道就行了 孩子本身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他将来到底信奉的是马列 黑格尔 马克思韦伯 还是哈耶克麦卡锡 那都是他的事 可能通过常识兼潜移默幻的教育 让他树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容觉观 树立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 至少不要成为二级广 以上这些 对于老干来说 更多的是家庭教育层面 而在学科教育层面 我对他其实只有一个要求 特业成绩什么的 怎么都行 但一定要学会怎么去用AI 并且能够辩证的去使用AI 不清醒不盲从 有些观众朋友可能知道 老庙的主业是互联网科技方向的媒体 在老庙的预期当中 未来是AI的时代 学历成绩这一层面的东西 等我加我成长起来的阶段 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事 当然这或许只是老庙的一家之言 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 现阶段的学业 或许才是重心中的重心 今天老庙就聊到这里 可能这期节目聊的比较散乱 是否能给大家一些 关于家庭教育 或者说孩子教育方面的一些启迪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讨论 好吧 下期节目我们到底聊什么 老庙再想一下 紧紧期待 记得点赞关注他 一键三连 妙在苏州 妙在苏州 声援 声援